今天咱们再说一下就是新房的这个网线该怎么分布啊 咱们家里装修的话这个网线它到底该怎么布线比较合理 来看一下人家的这个弱电箱在门口 入户门这边这个弱电箱 弱电箱呢大家知道啊 咱们必须要有一个插座 这个插座呢就是到时候插这个光猫呀 或者有的人把路由器放到这里啊 基本上就在这里 你看这个光纤都已经穿进来了 光纤你看人家这个弱电箱封了几路呢 封了四路啊 总共穿了四根网线 那到底穿几根网线比较合适 今儿跟大家聊一下啊 其实这个弱电箱呢 我个人感觉放到这个位置啊 非常难看 而且不太实用啊 这个咱们就不说了 这个咱们就说这个网线该怎么分布 你看他这四路四路是浮到哪了呢 客厅这边封了一路 然后呢每个卧室封了一路 因为他是三个卧室啊 这边一个 然后那边一个 然后这个后面一个啊 这主卧啊 他是分了这么四路 但是呢 其实应该是分五路 就是穿五根网线比较合适 你比方说 从这个弱电箱 然后咱们到这个影视墙啊 电视柜这里 要穿两根啊 要穿两根网线 为什么要穿两根网线呢 哎 这你就不懂了吧 因为我经常出去给人家做维修啊 遇到很多这样的问题 就是之前有一根网线 然后呢不够用啊 必须要再穿一根 因为他有的这个机领盒啊 就是咱们看电视的这个机领盒 他有时候需要单独和这个刮猫啊 进行连接 不能从路由器接 所以呢你必须再穿一根 接到机领盒 然后另一根呢 是接这个路由器的 因为有的人呢 他把这个刮猫放到这边了 然后把这个路由器呢 放到这个客厅这儿了 所以呢你看 走路由器这儿一根啊 然后走机领盒呢 这又一根 所以呢是两根 然后每一个卧室呢 穿一根 那这个卧室的给穿到哪呢 卧室的 首先不能穿到床头这边 只能穿到这个 这个位置啊 其实我跟你说也不太合理 你可以有一根 但是呢 一般卧室 咱们比如说你要打书桌啥的啊 你肯定是放到书桌下面啊 比如说就放到这个位置 这边打书桌 那到时候是吧 可以用电脑呀什么 是吧 当然人家把这个放到这边呢 可能到时候需要挂个电视啊 再挂个机领盒 可能是这么个意思 那这两个卧室呢 其实也是一样的啊 看一下 他把这个网线呢 也全部都预留到对面墙了 都是给电视预留的 但是他没有考虑到说 又书桌 所以呢 这个网线其实比较简单 他都留在这儿呢 但是留在这儿 其实也不太合理啊 当然格局自己的需求 确实给人家呢 是准备挂电视的 但是如果说你想挂图影 哎呀那对不起 你这个位置可不太好 你比方说 你得留到这个位置啊 包括你的插座和网线 都得留到这儿 到时候好 没见过是吧 哎那有个朋友可能又说 那我既想留这个头影 我又想留这个电视 又想留这个书桌 怎么办呢 那你全部都得穿过去 每一路都得穿过去 你比如说 那卧室 那就是三个 三个卧室呢 那就是九个路 包括这个电视柜啊 这边两路 那就十一路行 所以你要是不想麻烦 或者说将来有变动的话 你多留一点啊没关系 但是油呢 是能留整线 你直接从很多电箱 来倒在这个线块 直接留到 总共留这种十一路线啊 因为它不能复用 不能复用 就是说你一个网线 对很多网友看它复述一下 它不像啥子这个 如果这个网线像跌路一样 就是说你今天接一扎座 我从这扎座 还可以隐便接到另一扎座 那不行 那这个网线它就是单独的 谁谁的就是谁的啊 就像媳妇一样 你可不能 是吧 谁家的就是谁家的 还没有 是